立法院長尤錫坤敲錘三讀畫面 能不能再現成未知數 因為新國會三黨不過半 來贏定韓江配出擊 綠營尤昌配續戰 第一仗就是硬仗 國民黨有備而來 呼籲全黨飄飄入軌 立院黨團總召曾明宗 交戰守則曝光 白紙黑字顯明五十三票 加上高經委員 共計五十四票一票都不能跑 二月一號八點黨團大會 確定全員到期 投票不得投自己 將寄出黨計監票並技術性 亮票還強調高經委員的票 要特別去拜託他 上午才提出來 下午高經素媒臉書就發文 韓國瑜江啟臣親自拜訪 一起聊了國會願景未來可期 團結也不一定穩贏 另一頭民進黨也擬定作戰策略 藍贏五十二席加上兩席五黨籍對上綠營五十一席第一輪兩黨拼五十七席過半難度高 把握第二輪多一票就是贏的原則不排除藍尾跑票投錯票可能民進黨也瞄準民眾黨八票一旦綠白進入斡旋 深水區說服成功 游錫坤就有望連任 鎖定屬於貶系過去和綠營相對友好的民眾黨立委 成招姿 關鍵時刻搶一票是一票 立院龍頭 據朝野協商權力 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 若院長是自己人運作空間大 加上國民黨過三分之一立委能單獨提倒閣案 即便過去從未成功 新國會恐是亂局執政黨嚴陣以待 三十五年感覺我們是NC小組 Tab 報道